好 又到了禁闻角落节目的时间了 互联网进入中国已经15年了 最近天津市宣传部门在天津举办了全国网络媒体大会 最后达成要以引导主流舆论作为网络媒体的责任的共识 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网络舆论控制的宣誓 但能否达到目的呢 请看下面的报道 今天的中国 网民可以利用人肉搜索方式来揭露腐败官员 还有更多人通过翻墙软件 浏览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互联网得到真实的信息 而对中共当局来说 如何在互联网时代继续封锁消息成为最棘手的问题 参加这次网络媒体大会的不只有官方新闻网站 人民网 新华网 央视网等 也有各大商业门户网站 比如新浪 搜狐 网易 腾讯等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经常在新浪网的博客上发表 时事评论的北京法律专家刘晓元表示 当局对传统媒体一直严格控制 民众很难透过这个管道发布自己的声音 而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 现在官方也知道了那个互联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论阵地 中国有了互联网以后 那么现在这些年来 确实民众通过互联网发作了很多助级的声音 并且利用互联网对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已经监督 使官员感受了压力 1987年9月14号 中国人揭开了使用互联网的序幕 北京电脑应用技术研究所发出中国第一个英文电子邮件 中文翻译的内容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但讽刺的是大陆民众至今无法自由使用互联网 中共当局透过金顿工程筑起了另一道严密的网络长城 对互联网采取严格的监控和封锁 使得敏感的政治言论很难在境内网站发表 而海外宣扬民主自由的网站在中国也无法打开 对于网络媒体宣示要引导主流舆论 刘晓源对此表示担心 现在网民在互联网上谈的一些社会问题 会包含一些社会的因案面 这些有个会被删掉 现在大家总担心的是不要加所谓迎讨主流舆论 跑向压制民众不同的心音 对商业网站现在控制限制也很多 商业网站它为了生存的话 它有时不得不屈服于行径的关于这方面 广西民街维权人士端起线 曾在网易等国内网站开始博客 却被封锁 他也担心官方可能会进一步加强控制网络 一些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突发事件 往往可以通过新浪论坛 或者说网易等等 特别是一些论坛 还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的 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它有必要开这样的会议 打成这样一个共识 来把宣传的口径 把宣传的一些规范给统一起来 这样的话更加有利于他们加强媒体的控制 加强舆论的控制 从金顿工程到今年的绿霸蓝顿软件 尽管中共当局一直试图控制和封锁网络 但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 网民还是能得到海外的信息 有评论认为 当局很难在互联网上达到完全控制封锁的目的 他要注意到网络残层 是要花很大的功夫 但是人家只要找到它一两个技术弱点 或者网民们现在就经常改写它的那个关键词 然后就在网络封锁了 没办法把它们过滤掉 现在懂得利用网络软件的网民们越来越多 这些网络软件的更新也越来越快 连国内的网民都知道 要感谢法门工学员给他们提供的这种巨大便利 1994年4月 中国正式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至今已满15年 2005年之后 博客视频直播的普及 也为网络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目前中国网民达到3.38亿 是世界最多人使用互联网的国家 新唐人电视唐熙周平综合报道